同学们好 我是A扫金培学来自幻想 下面呢 我们将进行VBA八二级的第四十集讲座 正则表达式之四 咱们第四集呢 主要讲解 在正则表达式中 小括号的作用 小括号呢 在正则表达式中 属于一个高级应用部分 它的应用啊 应该是功能比较强大 但是呢 比较难于理解 所以说呢 咱们呢 今天把这个小括号呢 作为一个重点讲解的一个单独内容 首先我们看一下 小括号 它可以 让括号内呢 作为一个整体 在括号内呢 可以放多个字符串 这字符串呢 可以 就是说用括号扩起来以后呢 它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出现 比如说 我整体来重复 那整体重复什么概念呢 咱们看下面的例子 这SR字符串是个A3A3 那么A3A3呢 那这就是一个整体重复 哪个是个整体啊 A3是个整体 又出来自A3 然后呢 后面还有A3 还有A3 那这样一个有规律的整体来重复 就可以使用括号来实现 来实现匹配 我们看一下正在这达师的内容 括号A3 那A3呢 用括号扩起来 就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了 后面一个大括号 2 咱们前面修了大括号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那这个A3呢 可以出现连续出现两次 重复出现两次 A3重复两次 相当于A3A3 然后呢 我拿这个表达式来和次五串来进行匹配 那匹配结果是什么呢 那这个A3呢 肯定匹配了 那后面的A3呢 也可以匹配了 那如果说这个还有A3 匹配不匹配呢 不匹配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A3A3 那么这个呢 是个A3 咱们呢 看一下结果 那毕竟结果我们看一下 把A3A3呢 删除了 这个A3呢 保留下来了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结果 这就是 在一个字符串 两边加过号 可以把它做一个整体来看 后面呢 我们使用一些限定符 使用一些其他符号来限定 来引用这个整体 像这个就是一个重复 让这个整体来产生重复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例子 SR等于A3A3 还是这样一个 我们这个呢 也加再加A3 这还是一个整体重复的例子 我们看一下正在表达 是 A3 A3 后面 一个2 什么意思啊 相当于A3A3 那这样一个整体 然后呢 我外面再套一括号 再套一括号 表示什么呀 表示A3A3 当作又当作 它当作一个整体 它当作一个整体 我们看后面是 跟着一个Q 那Q呢 它没有什么特别意思 那就是字母Q 然后后面大家注意 是一个斜杠1 在正的表达式中 用斜杠加一个数字 可以引用前面的 括号内的内容 那你这个括号内 那这个数字 到底代表哪个 如果说多个括号 有时候还有 外括号里面 还套括号 那这个是怎么来表示的呢 就这个A 它是表示哪个括号呢 它是按这样顺序 首先按照前后顺序 再按照 从外道理的顺序 那这个A代表什么呀 代表外边这个大括号 斜杠1就代表着 这个整体 也就是说 是 它相当于什么呀 我把这相当于 写出来 A3 A3 全部两次 然后呢 Kill 那后边这个1 它代表着还是A3 A3 也就是说 最外面的大括号 括 括住了这些 这是 使用 斜杠 加一个数字呢 来引用前面 括号内的内容 那使用这种方法的话 那再写一些比较复杂的 正在表的时候就非常省事了 并不是说这种是必须的 但是呢 它比较省事 就说使用这种写杠1来引用 这是第二个例子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还是这样一个 改答事 那这个呢 又比刚才还要复杂了 说到哪呢 A3 作为一个整体 加括号 会变个2 它相当于什么呀 相当于A3 A3 它外面有套 又套有括号 表示什么呀 A3 A3 作为一个整体 它可以被后面的引用 在这个括号后面呢 又跟着一个括号 很相似 也是一个大括号里面的 也是一个括号里面 又套一层括号 里面括号呢 内容和这以前面一样 相当于什么呀 B4 B4 B4B4 然后呢 外面套有括号 相当于这个 那前面是A3 A3 A3 相当于A3 A3 外面套有括号 就说A3 A3 做一个整体 B4 B4 做一个整体 和这个是一样的 那后面呢 那后面呢 跟一个字母K 那作为后面呢 我又使用一个 斜杠4 按照刚才咱们说的规则 那这个斜杠4 代表什么 首先 按前后顺序 第一层大括号 它是括号 应该是1 那里边呢 还有一个括号 应该是括号是2 那后面这个 和它一样 最外层呢 先从最外层开始 最外层括号代表几 是3 里层括号内内容呢 是4 那么这个斜杠4 就代表着 括号内这个B4 第4 如果说斜杠 斜杠3代表什么 斜杠3代表 后边这个 打括号 代表它 咱们是在这说明 这个反斜杠 这个斜杠 加一个数字来引用 括号内容的时候呢 这个序号 它是代表哪一部分 先前 再后 先 外后里 它是按照这样一个顺序的 那咱们看一下这个怎么来匹配的 那前面这个刚才说的是 A3 A3 那这个呢 是B4 B4 A3等于相当于什么呀 A3 A3 B4 B4 然后呢 后面跟一个Kill 然后在后面 跟上一个斜杠4 这个斜杠4代表 刚才说了是B4 它是拿这样一个次负刷是进行 在原来这个次负刷中进行匹配 能不能匹配的 我们看一下 A3 A3 B4 B4 Kill B4 它正好是匹配这么多 如果说使用替换以后 它得到了结果是什么呀 结果应该是后面这个 这不错 咱们可以运行一下 看一下 留下了一个B4 大家一定要看懂 这个斜杠是什么意思 斜杠加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它是引用前面括号内的内容 就不需要在这再重复使用 再重复再写一遍 而是说用个斜杠加一个数字来代表它就行了 另外要知道这个深压后顺序 它代表到底这个数字代表哪个部分 在前面讲了 就是说在括号内的 这些字符呢 作为一个整体 可以被引用 可以被重复 这是括号的一个作用 咱们看第二个 那第二个呢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 正则表达式的一个概念 也是非常难以理解 它是用 括号内 问号加等号等一个字符 用这种格式来进行预搜索 那什么是预搜索呢 那这个预搜索 预搜索呢 它是一个进行一个先行判断 什么叫预啊 就像一些大检查一样了 就像一个啊 吹链褲 所以联系联网友一样了 那在正式表演之前 要进行多次预言 那预言目的是什么 一个是熟悉 第二个叫发现问题 那正在表达是他这个预搜索 他也是先搜索一下 先看一下 如果说你没有达到这种匹配条件 那就下面就不再进行匹配查找了 这是预搜索 咱们看一下这个预搜索一个例子 S2等于100元 8000元 57元 那正在表达是什么呀 问号等号等于元 然后呢 原来不是这样的 原来是 是斜钢D小写D加号 然后一个问号等于元 那这样一个正在表达是他表是什么意思呢 那首先说一下他实验可以实验什么功能 咱们可以预行一下 看一下实验什么功能 他的结果是可以把 元前面的数字给提取出来 把指定了元前面的数字给提出来 咱们看一下正在表达是 看一下是怎么来提取出来的 问号加个等号 后面跟这个字符 它是个预搜索字符 首先 他需要在这个字符刷内进行搜索元 搜索到元以后 比如说搜索到第一个元 他会从元前面 元前面进行搜索 搜索什么呀 搜索匹背项 就搜索这个匹背项 在匹背的时候 他不在这个元不在基因 搜索后面不在基因匹背了 而是说是元外边进行匹背 那元外边现在元后面没有 那元前面只有一个 斜钢D 斜钢D是什么意思 是数字 加是至少 就说任意或者任意多个数字 所以说 他从元前面进行查找 在这呢 查找到100 复合条件 他把100给提取出来 然后查到第二个元的时候呢 他是从元前面进行查找 那这个元 这个钱 这个100已经匹配过了 所以说不再匹配了 所以说他从8000开始 那这个8000正好是复合 是一个数字 任意长度这个数字串 数字串 8000也复合 那么查找到第三个元的时候 他会把57给提取出来 那这样就可以把元前面的数字呢 全部给提出来 但是这个元 他不参与匹配 所以说结果呢 他没有元 他只是个预搜索 那就好像是一个 参观团一样了 那开始的有个预参观 就是说先来一部分人看一下 你们这事是怎么样了 那如果说你发现问题呢 我只能让你整改 真正来参观的人 并不是这些人 就像这个预搜索内容一样的 他也是先看看 他来检查一下 先检查一个字幕串中 先搜索一下 找到找到这个字幕串以后 然后呢 从他前面往后搜搜谁 搜他外面 这块外面的一些内容 搜到以后 然后呢 就是把它提取出来 搜到一个复合条件 提取出来 但是他自己呢 他是不参与匹配的 这是一个 把 元前面的数字 给提取了一个例子 咱们这个例子呢 正在表示了 元前面没有内容 那如果说元后面有内容 怎么办 你比如说 我这儿啊 我增加一个点 这个点表示什么意思 除了幻号有幻号服 以外的任意 任意内容 数字 字符文版等等等等 那这样他结果为什么呢 咱们先看一下结果 他结果的把这个圆给 显出来了 哎 那你这个加了一个圆点 怎么就把圆给显出开呢 咱们刚才说了 我们查找圆 在这先查找圆 查找第一个圆 他在搜索的时候 我刚才也说了 他是 以圆外边的 请搜索 那什么叫圆外边 就是说 不包括圆 这个部分请搜索 那前面等于的是 数字 一个数字串 后面 跟一个什么呀 跟一个任意 那前面这个数字 他正好呢 是100 那后面这个呢 正好是圆 后面正好是圆 咱们看一下结果 那如果说两个点 咱们看有什么结果 你看 是100 圆八 然后呢 是00 圆五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首先看这个 100圆八 100圆八 这个呢 是一个100 然后呢 后面这个是两个点 表示两个任意字符 那正好的是呢 100圆八 正好圆100圆八 那么这个匹配完以后呢 那在后面的匹配的时候 他就不再考虑他了 就不再考虑他了 所以说 在匹配后面 后面在发现第二个圆的时候呢 他是从这个三个零开始 第一个零开始查找 他说匹配 那前面呢 是一个数字串 后面给两个字符 前面是个数字串 000 后面两个字符到圆五 正好是五个 你看一下 前面这个数字串 后面给两个任意字符 正好是圆五 后面两个字符 代表圆五 那再后面 是 就剩一个七圆了 我们再查找圆 最后一个圆寿呢 他前面 这个七可以 因为这个是最少 至少一个任意多个数字 他可以 但是后面不是 不复复了 为什么 因为七后面 只有一个圆 他没有两个字符了 你这呢 是两个字符 所以说呢 他就不再匹配了 那这个七圆呢 他没有给匹配出来 因为七后面 没有两个字符 还有问题 如果说我这根个数字 咱们看一下结果 没有任何结果 万山处 咱们再运营一次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感觉可以啊 等于是我前面 就是我 我在搜索的时候 搜索元兽 你看 前面一个数字串 那后面还有一个 前面一个数字串 那后面呢 跟一个数字 跟一个数字 那这个查找不到 查找不到 这边还牵涉到 另外一个规则 大家记住 什么规则 就是你这两个 就是说这个 圆 就是说等候后面 这个和你后面 这个部分 一定要匹配 一定要匹配 也就是说 你这个圆 能够匹配他 你这现在能不能匹配 不能匹配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圆呢 他不是数字 而你后面 这个是数字 那如果说我后面 跟个点就可以了 圆可以匹配点 因为圆 它是个字符 它是这个点 它包围很广 所以说呢 那你在这儿呢 这个点就可以了 点就可以了 那这是一个 咱们再看一个问题 这是个验证密码的问题 验证密码是条件 这个密码呢 必须是四到八位密码 另外呢 还要必须包含一个数字 咱们看一下证则 是怎么来撇的 你要确定 字符涮长度 这有一个 有时候通用的规则 就是在前面呢 一定要加Ctrl 在后面呢 一定要加这个 结尾这个Dollar符号 这样的表示 就是说 这个字符涮就这么长了 就这么些了 这是开始 这是结尾 咱们看一下代码 问号等候后面是一个 点星 表示表示任意多个字符 后面跟什么呀 跟一个数字 任意多个字符 后面跟一个数字 这个也确保什么呀 预速做什么呀 保证你这个字符串内 保证你这个字符串内 还有一个数字 这预搜索 我先在这个字符涮中 来搜索一下 是不是满足我这个条件 如果满足我这个条件了 那我就从那前面开始 往后匹配后面的 来看一下 我这个星点 斜杠D 它那个匹配什么呀 匹配A8 A是 是星 点星 表示任意字符 那8呢 是个数字 我找到这个字符串以后 我就从他前面 因为他前面没有了 就从他自身开始 匹配后面的 正好是 因为这个很简单 这个点呢 就是表示点48 咱们在前面讲过了 那大括号那4是 这个长度是最小是4 那最最大呢 是8位 就说这个点呢 表示任意字符呢 它最短呢 有4个 重复4个 最长的可以重复8个 有时候限定了 这个密码的长度 就像刚才所说了 那破号妹这些 它只是预搜索 它其实不参加 最终结果的匹配 所以说呢 你这虽然说 你这已经限定了 这个有4到8位 那你这 它的空间在哪里 它不占有空间 它不占有这个匹配空间 因为它只是先搜索了一下 它是先看一下 你付过条件 我再让你后面这些代码 就说它外面这代码 再进行匹配 在真正匹配的时候 就真正检查团 它并不包括这些预检查团 就先来这些检查团 并不包括它 它只是让它外面这些 和原字符入性匹配 那这是一个预搜索 这是正预搜索 还有一个负预搜索 咱们刚才说的是一个包含的关系 是一个就是说 我必须要匹配 必须要先匹配一下 这检查团的目的 就是说你 先复活要求 还有一个负 预搜索 和它相反 其实这个好理解 相反作用 什么相反 就不包含 你这个内容 它怎么表示了 它是一个问号 加个感叹号 然后呢 接个字符上 咱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中国建筑集团公司 我想匹配一下什么呀 它如果说不包含中国 就复活我的条件 怎么能够判断不包含中国 就说前两个字符 不是中国 怎么表示不的意思 就是说我在正则里面 怎么表示不 咱们前面学了 用中国号内 可以用Country来表示不 但是那个不呢 只能对一个字符 单个字符去左右 它不能去对一个组合字符来 表示否的关系 表示否的意思 但是这个呢 就可以使用这个问号 加一个感叹号就可以 咱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Country 咱们说了 Country 只要出现Country 就是只要是不是在中国号内 它就表示 你这个字符串 你这个字符串 必须在 最开始的地方 那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中国 我搜索不到中国 我在开始搜索不到中国 然后呢 它再匹配 否则的话 后面就不再匹配 后面很简单 后面是一个点 一个星 任意多个字符 咱们看一下运行这个结果 发现没有什么任何结果 为什么呀 因为你这个是用中国开始了 我这个用的是个副搜索 我来检查一下 你这个两个字 前你这个字符串 前两个字是不是中国 你如果是 不行 就就下面就不再匹配了 我就我就特别 我就是表示负的意思 表示否的意思 我就是看你不惯 你只要中国就不行 总表示这种方法 就是问号 加一个感叹号 比如说你这个字符串 前面不能有中国 你不能有 不能匹配我这个 你这个字符串 不能匹配我这里面了 你只要匹配 那你就不行 如果说我这个 把中国给去掉 咱们看一下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建筑其他公司 哎就可以了 就可以匹配这个了 通过这个例子也告诉大家 如果咱们在以后在正道表达之中 表示对一串字符串表示否的意思 咱们可以使用这种负语搜索 先用负语搜索 在这个字符串中进行搜索一下 看你满足不满的条件 如果你如果你能够匹配了就不行 啊 匹配我这个指定字符串不行 如果不匹配 哎 正好 我就怪啊 这是我 我就 为什么我叫负语搜索的原因 这是一个负语搜索 这个正负语 正搜索和负语搜索呢 是正道表达的数 非常难以理解到两个概念 但是也非常有用 咱们再看最后一个 小括号与 与他的表示 表示什么呀 表示或者的关系 这竖线 咱们前面说了这个竖线什么意思 可以表达什么 他本来可以表达或者关系 他与这个括号呢 也可以表达或者关系 咱们看一下怎么表达了 看一下看这个例子 S2等于100元 800元 700啊 7元 那如果说我想搜索 什么呢 一个数字后面带圆 或者是带块 怎么表示呢 那如果按照常规的方法 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这样写 黑罩来表示 那为了简写 那像这个呢 我们可能说 哎呀 这个简化的密度不够 但是将来你写比较复杂了 真的给他说呢 那你简化就用了 我们看一下简化成什么了 简化成呢 那圆核块 中间呢 我加了一个竖线 然后呢 用框核起来 那这样呢 他就和后面这句 相等了 这呢 就省略了什么呀 省略了 我在后面这个块前面 就省略了一个 斜钢D 这表示 或者是一个数字 认一个数字串 加一个圆 或者是数字串 数字串 加一个块 哎 我把圆和块都给提出 咱们看一下结果 啊 这个斜线 别忘了 大家在写的时候 千万别忘了斜线 如果斜线的话 就不符合了 看这个可以结果踢出来 咱们把这个注视掉 咱们看一下 看第一个 他是不是可以踢100元 800块都给踢出来了 那第二个呢 他可以实验同样的结果 咱们再运行几次 还是100元800块 7元 他使用括号内 使用竖线呢 可以表示 或者的关系 可以减 可以说简化 这个正在表达式 好了 那关于小括号的作用呢 咱们就讲这么多了 大家呢 下去好理解 小括号呢 确实难以理解 咱们的第四局 正在表达式第四局呢 VB80集 第四十集 就讲到这里 咱们呢 在下集 还要讲正在表达式 咱们呢 不再讲内容 咱们找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 和大家讲解一下 来鼓固一下 正在表达式 咱们学过的内容 好了 那咱们呢 这一期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咱们呢 第十 四十一集再见 咱们呢